大家好 欢迎你收看《财经动态栏目》 我是晓翔 今天是3月18日 礼拜六 17日 国际刑事法院对普京发出了拘捕令 指控他应该对在乌克兰犯下的战争罪行负责 莫斯科一再否认其部队 在入侵其伦国一年期间犯下暴行的指控 在对乌克兰的第一章拘捕令当中 国际刑事法院呼吁拘捕普京 罪名是涉嫌非法居住儿童 同将人员从乌克兰领土非法转移到俄罗斯联邦 克里姆林公务立即回应置评请求 另外 法院就同样的指控 向俄罗斯儿童权利专员 Maria La Vova-Belova发出了拘捕令 而北京已经宣布 习近平将会在下周访问莫斯科 和现已遭到国际刑事法庭通缉的普京举行会谈 这样习近平下一步 还会不会去访问莫斯科呢 本周债券收益率大幅回落 礼拜五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下跌了18.39个基点 报百分之3.395 本周累计下跌大约30个基点 两年期美国债收益率下跌32.19个基点 报百分之3.8353 本周累计大约75个基点 油价今天走势不一 WTI4月原油期货收跌百分之2.36 报每桶68.35美元 本周累计下跌百分之12.96 但布林达五月原油期货收跌百分之2.37 报每桶72.97美元 本周累计下跌百分之11.85 现货黄金星期五大涨超过百分之3 一度涨至每盎司1987美元 有分析师说 乱世方显出黄金本息 据路透社和彭博社报道 在旗下跌宫银行被监管机构接管之后 SBB金融集团 礼拜五按照破产法第十一章 申请破产保护 为其资产寻找买家 这是自2008年华盛对护卫银行以来 因为银行倒闭而提出的最大破产申请 报道指 由于被关闭的跌宫银行 是一家在加州注册的商业银行 也是联邦处备系统的一部分 因此直估银行没有资格申请破产 而是由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接管 然而作为直估银行的母公司 SVB金融集团有资格提出申请 以保护其剩余资产 并努力偿还债权人 包括债券持有人 该公司表示 SVB Securities和SVB Capital的基金 和普通合伙人实体 不包括在破产保护的申请当中 彭博社消息指 在债券市场持续波动当中遭受损失之后 资深宏观交易员阿当·莱文森 正在关闭期对冲基金 据知情人士透露 莱文森的Gradicule 亚洲宏观对冲基金 今年已经暴跌超过两成五 下跌主要出现在直估银行倒闭之后的几日内 消息人士说 他在和短短利率相关的压注上爆仓 回吐当年账幅 总部则在新加坡的Gradicule成为第一个 因为债券市场剧烈波动而倒下的知名对冲基金 债券市场近期出现的剧烈波动 是由直估银行的崩溃引发的 因为交易员下调了 对央行进一步加息的倒注 报道说 去年一些表现最好的对冲基金 也因此出现了亏损 在华尔街11间大型银行组团 向第一共和银行注入300亿存款之后 该行董事会宣布 将会暂停派发股息 第一共和银行股价日内跌幅扩大至3成3 本周累计跌幅达到7成2 该股股价盘后逐跌 目前股价接近21美元水平 华尔街日报报道指 Web Bush的分析师将该行的评级下调至中性 并及预期每股5美元的目标价 不要忘记 此前分析师给出的目标价是140美元 据纽约时报报道 第一共和银行计划通过 非公开配售股票筹集资金 考虑增发新股来募资 通用电器公司表示 取消了行政总裁拉里·卡尔普 最初价值2000万美元的股票奖励 因为公司的回报和盈利表现不佳 董事会上个月作出了这个决定 抹去卡尔普2022年 820万美元股票奖励当中的500万美元 以及在2020年给予的时价1500万美元的部分股票 公司还取消了同年对其他高管的股权奖励 如果公司没有取消股票奖励 卡尔普的两批股票价值 在2022年底大约为1440万美元 注意股价年内下跌略高于11% 较5年前上涨幅度仅有8.6% 据路透社报道 纽西兰政府官员礼拜五表示 因为网络安全考虑 纽西兰将会在3月底 全面对可以访问议会网络的设备禁用TikTok 美国已经要求政府机构必须在3月底之前 从官方设备上删除TikTok 英国昨日也跟进了 禁止在政府手机上使用TikTok 而且立即生效 五眼联盟已经全部加入禁止TikTok的行列 亚马逊宣布将会在9月 停止Kindle Newsstand服务 该服务主要销售页本雜誌等印刷品的Kindle内容 并提供报纸订阅服务 亚马逊今天股价跌超过百分之一 英国金融时报引述报道指 瑞银集团正在就收购税信一事参与谈判 可能整体收购税信 也都可能紧收购其部分资产 财经电视上总会请来一些口约缘河的专家 小心不要轻易听了他们的建议就跟从购买 一家名为CXO Advisory Group的公司 在2005年至2012年期间 追踪了几位专家的预期 并对他们的准确性进行了评级 CNBC电影频道疯狂金钱Mad Money的节目名嘴 前对冲基金经理Jim Kramer的准确率 只有46.8% 还比不上抛硬币 然而还有比他更加糟糕的 比如前高盛投资策略师 Abid Joseph Cohen准确率为35.1% 和基金经理Jeremy Grantham准确率为44.2% 与纽约时报专栏作家Jim Stewart的准确率不相上下 这种表现甚至适用于顶级基金经理 正如《股民天下》《Herd on the street》栏目的 一项试验所表明的那样 在那次试验中 记者根据向场上的报纸投资飞标 选中了一些股票 并将这些股票的表现 与这些顶级基金经理所选的股票进行了比拼 本月推出的Inverse Kramer Tracker ETF 一开始就引发了浓厚兴趣 该基金反向压住我们刚才说的名人 Jim Kramer的观点 另一个反向压住海西伍德 Cathy Wood旗下Ark Innovation ETF的基金 于2021年底推出 当时伍德的基金正处于跌幅 达75%的跌势当中 从长远来看 相比听从电视或互联网上的专家建议去交易股票 将钱交给主动营基金经理打理可能更加糟糕 因为这样还要额外花钱 标普杜琴斯指数公司的一组长期数据显示 在过去三年里 只有1%的国内股票基金 跑赢了标普纵合1,500指数 而在过去十年里 这个比例还不到7% 最后作者的观点是 不要请最好的专家请最便宜的 另一个例子就是最近发生的直高银行倒闭 在倒闭之前 直高银行高管当时带着一项筹资计划大纲 来找高盛寻求建议 高盛是财大气粗的大公司的首选咨询机构 他们靠安排并救交易 帮助公司筹集资金 为各种激手的金融问题提供解决方案 赚得盆满钵满 然而对于直高银行来说 高盛比的解决方案反而成为了压倒落陀的杜槽 直高银行当时在位期210亿美元的 可供出售债券组合寻找买家 但其实这个买家最后就是高盛 3月8日高盛已低于市价的价格 完成了对直高银行证券组合的收购 直高银行本后宣布 今次出售造成了18亿美元的损失 但未披露买家 并表示将会出售股票以囚集资金 高盛的银行家当时仍然相信售股能完成 3月9日股市开市时 直高银行股价大跌 促使银行取走存款 这样开启了恶性循环 随着存款制对的消息传开 该股股价进一步下跌 促使更多客户拿走自己的钱 该股收盘时暴跌超过六成 但售股交易仍然未完全告吹 高盛以每股95美元的价格 排定了一批投资者 比当日收盘价低11美元左右 下午5点左右 高盛的银行家得到了一份 关于直高银行存款外流的报告 高盛于是放弃了这项交易 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在翌日早早直高银行开门前将其接管 中共央行突然在星期五旁宣布 3月27日降低金融机构存款 准备金率0.25个百分点 降准之前 中共央行已经连续通过公开市场操作 来加大流动性释放 去年中共央行两次下调 政策利率中期借贷便利 同时两次下调 银行存款准备金率 最新一次是3个月前 去年12月5日全面降准0.25个百分点 共计释放长期资金大约5000亿元 根据统计至2018年以来 银行共实施14次降准 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已经从15%左右降至不到8% 有评论说 如果不是经济衰退到一定程度 不会以这个级别的放水来救经济 由美国东协商会主办 超过50间企业下周 将会加入前往越南的史上规模最大 美国企业考察团 讨论在这个蓬勃发展东南亚国家的投资商机 根据路透社看到的业界名单 涵盖博房、制药和科技产业 包括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Netflix和波音公司等公司 美国东协商会越南首席代表吴秀成表示 今次前往越南考察的企业 绝大多数在当地设有公司或生产厂房 包括苹果公司、可口可乐公司、百事公司 强生、辉瑞、瓦培、花旗、Matter、亚马逊等 部分企业有扩厂计划 波音及洛克希德马丁等 将会与越南国防采购公司举行会议 波音表示将与越南官员讨论合作关系 以及如何加强越南航空及国防能力 下星期二和星期三 也即3月21日至22日 美联署会举行连续两天的议息会议 会后将会发布是否加息 以及加息幅度的决定 星期二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 将会发布最新的成屋销售数据 这样有助于衡量美国房地产市场的整体表现 过去几天银行相计倒闭 瑞信和First Republic Bank的财务健康状况 也都令市场担忧 下周我们仍然将会密切关注 事态的变化和市场的走向 财经资讯就分享到这里 本节目的所有资讯内容不扣成投资建议 感谢你的收看 财经动态将会在美东时间 星期一至星期五 为你带来全球最即时 最真实的市场资讯 以及经济热点议题 帮助你快速了解市场变化及投资动向 欢迎你点赞订阅并分享我们的频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